普京被羞辱 中共最怕的事正在發生 走火入魔 中國農村開始退路還田 法律執業者條例三讀通過 律師說給予港府無上限權力 將與24國家地區合作 日本促海外旅行計劃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1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大帆功正式開始之前 烏克蘭戰場與俄羅斯政治局勢 都出現中共最擔心的變化 烏克蘭東部巴赫姆特之戰 是俄羅斯入侵以來最漫長 最血腥的戰役 原本俄軍不顧一切盲攻巴赫姆特 想令普京在勝利日 由一個可以鼓舞士氣 向俄國百姓交代的所謂戰果 但烏克蘭軍隊表現出負預期 在9日當日發起局部反攻 重創俄軍第72獨立摩托化旅的兩個年 俄復巴赫姆特部分土地 老透社報導說 烏克蘭勞軍司令失以斯基說 巴赫姆特俄軍已被迫撤退2公里 雅格納僱傭兵集團首腦普利戈任成形 在防線崩潰後 俄軍第72獨立摩托化部兵女已撤離該首區 普利戈任早前在Telegram群組一段影片中 罕見爭揚巴赫姆特烏克蘭首軍裝備精良 分年有數 行動協調 有尊嚴抵抗 普京的勝利日大閱兵規模明顯縮水 被認為顯露出敗仗 普利戈任還在9日當日發影片 再度埃塔瓦格納集團彈藥短缺 指責俄羅斯國防部沒有兌現承諾 更無點名刺責普京 好像一個快活的爺爺 俄羅斯人在前線處境惡劣 但他卻好像還挺高興 英國每日郵報說 正迪同反對排京常用老爺爺 甚至住在地堡的爺爺來稱呼普京 所以幾乎可以肯定 普利戈任這些話是針對普京 普利戈任早前曾在影片中 大罵俄國國防部長邵伊古等人 但這次疑而不同 英國防務專家 埋哈爾·克拉克對天空新聞說 普利戈任這番話非常重要 是在羞辱普京 可能踩過了克里姆林宮的紅線 幾個月來 俄國內部會否出現政變 一直是各界討論的熱點 普京老盟友 普利戈任的表態 可能依美著莫斯科遭遇軍事政變 並非遙不可及 俄羅斯國營電視台編輯 奧斯·雅尼赫華 因反對入侵烏克蘭而流亡法國 他最近接受天空新聞採訪時說 普京當初用神經毒劑 諾維喬克暗殺政敵 但戰爭開始後 越來越多人反對該政權 普京沒有足夠的諾維喬克 來對付所有對手 烏克蘭將贏得戰爭 而俄羅斯政權會從內部崩潰 因為俄國目前沒有足以和普京 抗衡的政治對手 所以奧斯·雅尼赫華猜測 莫斯科或不會出現一場典型政變 但普京核心圈子 可能有一天會找到普京 並告訴他 我們輸了這場戰爭 現在是時候離開了 奧斯·雅尼赫華說 當俄羅斯認輸的時候 這場戰爭的最後一天 也將是普京的最後一天 習近平3月出訪俄羅斯時 曾當面力撐普京連任 台大政治學系教授名居正 也曾分析 中共最怕俄羅斯戰敗 因為一旦西方在歐洲戰場騰出手 第一個要對付的就是中共 所以北京目前急著入局 在俄羅之間扮演調停角色 以便保存俄羅斯政權 最好也能保存普京政權 現在中共最擔心的事恐怕要發生 從目前印太局勢力看 無論俄羅斯未來是否會出現親西方的政權 中共都無法突破明毆的圍堵 最新一則重磅消息是 北約計劃明年在日本東京 開始第一個印太地區聯絡辦事處 這個意味著北約東進印太 未來非常可能出現的局面是 如果中共在南海或台海開戰 它的對手不是台灣、菲律賓或日本 而在美國及整個北約 中共無論如何無法抗衡 在美國已經進一步 加強第一島鏈的背景下 中共在軍事方面仍同被西方封印 未來俄羅斯戰敗 甚至俄國如何遭遇政變 對中共體制的衝擊值得關注 中共強推退林環庚 被認為違背常識 類似新版大躍進 最近社交媒體傳出消息指 推林環庚更演變成退路還田 有中國網友8日在微博發文 附上照片稱 某地農村的通村通造公路馬上要動大手術 昨天一名香港暴力辦事時 在辦公室談談 推林環庚還未完 馬上又要搞退路還田了 按照上面的規定 凡系原來佔有基本農田來鋪設 通村通造的公路 而且沒有辦理審批手續 也沒有土地調整規劃的 佔了多少基本農田就要恢復多少 從相片內容看 這個香港部還透露 現在公路有審批的其實很少 也就是說 基本上所有佔了基本農田的公路 都要鑿開水泥路改種裝甲 有網友發現 一些地方開始在水泥路上 或者鋪滿地磚的停車場上 蓋上一層泥桶 然後就直接種農作物 但是這些農作物基本沒辦法生長 湖北皇江農民齊大林 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數十年前地方政府 根據修路置庫的指示 將村與村之間的農田 或者泥路修成馬路 通車方便農副產品的運輸 但現在就說這些路屬於基本農田 要挖路種地 這真是亂搞 將老百姓搞慘了 安徽時事評論人士 沈良慶說 在中共歷史上 各種亂搞的事 土改、公司合營、大躍進、大饑荒 然後到文革 文革結束後實行改革開放 一直都在拿老百姓 當小白鼠做試驗 也有網友提出 黃奇山原本說中國人 食草都可以活三年 如果說他那時是開玩笑 這樣習近平現在顯然是來真的 5月10日 香港立法會 三讀通過修訂 《2023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 有律師分析指 草案為港府賦予無上限權力 趕絕海外律師 這對黎智英案非常不利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這次修例根據去年年底 人大就港區國安法第47條規定的釋法 定出凌駕性原則 及特首在處理律師資格方面有主導權 當中的重點包括 海外律師如果沒有香港全面執業資格 如果想代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 無論刑事、民事與其他類別案件 都須先經過律政司和特首的評估 並獲特首給予應許證明書 《寵案》還定下覆核機制 即使海外律師獲得特首批准 但只要在辯護過程中被發現有問題 法庭和律師要主動向特首申請再覆核 律師任建峰分析說 《寵案》修訂賦予官方無上限權力 認為黎智英的審訊不容樂觀 他又指在訴訟上特首有特別權力 在所有政策上國安委有特別權力 以他們的指示就可以自說 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已淪為傀儡 一國兩制蕩然無存 香港已逐步脫離法治環境 為令日本出國旅遊人數恢復到疫情前水準 日本與台灣、法國、關島等24個國家的觀光局合作 推出一套促進海外旅行計劃 日本觀光廳、日本旅行業協會10日 在東京召開記者會 發布海外旅行政事事後宣言 台灣、法國、關島等20多國的觀光單位主管 亦出席了記者會 據中央社報導 台灣交通部觀光局東京事務所 鄭奕萍在記者會上表示 日本去年10月開放出境 但因為返回日本仍需出示接種證明 再加上疫情3年造成的陰影 日本民眾對海外旅遊意願誤告 日本政府因此推出一套促進方案 包括新辦身護照給予補助 推出下季旅遊促銷等 刺激日本民眾出國旅遊 好了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請訂閱 按罵 請訂閱 按罵 訂閱 按罵 放了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